大家好 看到這個標題就知道 沒錯 我的外隊巴西就贏了 但是我還是有點不太滿意 但是2比0這個戰果 其實大家如果有看過比賽 當然也知道只不過是保時內 91和97分鐘才造成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整場比賽 又事實上是值得這個比數 哥斯達尼加守得很出色 但是也可以說 其實只能夠在這個比數之下完結也是合理 因為巴西今場和上一場的比較 雖然都是打4-3-3 但是只要你兩場球都有去看 你就會知道這兩次是4-3-3 其實出來的效果是很不同的 當然足球是互動的 哥斯達尼加今場打出來 雖然都是有不少次的犯規 但是沒有像瑞士一樣 很主力的殺傷動作 多數可能是一些埋身的碰撞 而不是故意很用力地傷害你 看出來的味道也會很不一樣 哥斯達尼加擺出一個 其實說是3-4-2-1 看起來像是5-4-1的陣容 巴西換了人 因為換了一個右閘 就是這個 發尼加拿 代替了受傷 因為受傷而換了出去的 糟了這個時間 忘了一個球員 丹尼佬 對丹尼佬 所以就 但是 今場 巴西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變換 和上次是什麼 就是 沒有過分地 撞向左邊 毫無疑問 左邊當然都是他們的殺著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會很容易塞車 尼瑪 古天奴 和馬西路 都在那邊 會不斷塞車 相反今場 如果我們看回一些數字 一些Hit Map 你會見到其實 巴西的 都是左邊 是比較重手 但是 右邊也是相當活躍 尤其是下半場 我們見到 當 杜加拉斯哥斯達 換走了 衛利安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改變來的 因為杜加拉斯哥斯達 我不是說 威利安不厲害 其實威利安都可以 但是好像他需要多些位置去跑 才可以發揮到他的威力 還有 如果你看他在球會的演出 多數他由右路 切入中路 左腳 很多時候都會成功 但是今場 不知道為什麼 這兩場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 反而換了 哥斯達入場之後 其實那個右路的遮瑕 還有那個突破 也都是比起 衛利安的功效要強很多 尼瑪今場沒有什麼特別的大的表現 但因為受惠於不是用殺傷戰術 所以他做出來的效果也是OK的 比起上一場OK 而且那個球不一定要跌到他 其實馬西路比起他踢黃馬的時候 是弱了 但是幸好左邊也有很多人 所以其實他 不知道究竟是這樣限制了他的發揮 還是他自己本身 因為由季初踢到季尾 一直打到歐聯決賽 其實他應該都很累了 所以在世界杯期間兩場球 不算是很出色的 看回兩場來說 其實他兩場都是 即是巴西 兩場來說 那個射門都差不多 都是牙鬆的 但是另外有一個人 是不可以忘記的 那個是誰呢 那個是費明露 費明露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球員 包括他的走位 他的傳送 可能作為一個前鋒 他不是一個相當出色的殺手 但是他對於怎樣去協防 以及做助攻以及走位 都是非常精彩 第一球突破到 就是全靠他的設定 其實之後還有一球 他和孤天奴在左邊做了一個簡單的1-2 都是有機會curve到的 可惜就是他的射術 始終都是差一點 我想下一場 如果是我的話 就不會再用韋利安 會用哥斯達打正選 會比較好 加比爾治西斯和費明露 可能 如果下一場 因為其實和都已經可以出線 對這個蔡爾維亞 如果是的話 照樣這個4-3-3都是合理的 費明露始終很可惜 在這個陣下 都是要打 這個後備 其實當下半場換了 杜卡拉斯和哥斯達 入場之後 其實那個禁制已經好了很多 包括 試過有中門尾 也有很多球近射 撞進去 其實這些是很重要的 因為 我自己 我想大部份的人 喜歡的就是這種小組 尤其是森巴的足球 可以彈來彈去 撞進去 撞出來 那你估天奴或者中場 撞進去的一些撞射 其實是很有威脅的 在下半場的開頭 已經發生了好幾次 這場球 我想最重要的 其實在直到入球之前 直到入球之前 哥斯達尼加的防守 都是相當穩健 而且他和巴西的差距 其實不是很大 如果看回評分的話 兩隊球 當然巴西都是因為 控制著戰局 他用球時間比較多 所以感覺好像上風一點 但是 哥斯達尼加的反擊 也不算真的很有效 在這個情況下 就會令巴西比較容易做 當然 Taku Sivar和馬連達 都是防守很穩固 另外一點 是令到巴西在這場球 做得 攻勢流暢很多 就是他們的 過程是很高的 他們高到91% 全球是可以去到 九成 這麼準是很難得 所以 你會見到 這場球2比0這個比數 我自己覺得是值得的 但是 是因為他們修正了 巴西那群球員的走動 拉闊的邊路 用了兩邊 都是令到 戰局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和上一場表現有這麼大的差異 所以 但是 還未見霸氣 如果下半場的巴西 對上的1.5場都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 反而他 就像是一隊冠軍隊 但是 現在 只有半場見到 我不知道這個修正是否準確 所以 希望下一場 會再做得更好 但是 終於都恭喜巴西 對於我來說 可以領先著 在榜中 踢的話 下一場就有些彈性 當然 他們都應該是希望 可以是 守名出線 因為這樣的話 就可以看著 就是 次名來踢 最少 在這個環境下 其實是危險的 如果他們 他們想著守名的話 對面的次名可能是德國 因為第一場輸了 第一場輸給墨西哥 但是 亦都反過來 在德國和墨西哥之間 有時候真的 他們都想避開巴西 所以大家都會爭 冠軍 即是小組冠軍的話 那組其實都會好看的 好 今集到這裡為止 下次再見